佛陀当时已有僧人寺庙了 那佛祖称佛之前的时代 寺庙兴奉什么 佛陀当时的僧人没有寺庙 这个主要知道 像经典里面讲的 诸林经县 起书接古多元 这是居士过王大臣 提供他们的别墅花园 来请释迦摩尼佛讲经教学 世尊也很随便 你来请我就去 但是讲完之后 这个道场是有主人的 佛并不要 佛离开 所以释迦摩尼佛灭渡的时候 是在树林 在野外 不是在房子里面 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释迦摩尼佛一生 没有见过寺庙 但是那个时候 是有寺庙 印度有很多宗教 他们的宗教 比佛教的历史早 尤其是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 就是现在的信度教 我跟他们接触很多 他们告诉我 他们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 有传输 可是现在国际上 承认他 他们的历史 至少是8500年 换一句话说 比释迦摩尼佛早五千年 他们有寺庙 他们拜神 拜大凡天神 佛教里面 尊重一切的神灵 他不拜神 这个要知道 对神尊重有礼貌 对人有礼 对神明也有礼貌 再见